接下来,刚刚是主要是那个界面 所以往后你们的设计 反正不外乎 其实跟前面那个任何课程 我的习惯反正就先把画面先做出来 再来实做程式 基本上就是C 这个是V 这个是C M的话就是资料 资料的话像我们LogoStory就可以 刚好放在LogoStory里面 那就是M 所以很习惯的 就MVC架构 现在很多开发流程不外乎就是MVC的架构 那你们要思考 界面怎么设计 程式怎么设计 资料怎么设计 资料设计通常是放资料库 不过我们先从简单的 LogoStory来看 所以我们有新增取得删除 所以会有三个按钮 那将来你可以把它标准化流程 因为写久了 慢慢应该就熟悉了 那我建议当然 如果你将来Dreamweaver的环境 当然没办法完全满足你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慢慢延伸到那个Visual Studio里面 像那个志明已经很习惯 在Visual Studio里面开发了 还是两边都切来切去 在Visual Studio敲 OK那这样更好了 只是说有些图形化工具 它好像我觉得还是要做比较多事情 尤其是那个网页这一边的东西 很多好像也是没办法自动产生 就变成说自己要慢慢敲 那很多就没办法 没有办法像那个Dreamweaver很多 旁边这么多用选一下 就整个 就变成你要自己等于 然后自己当然会提示 只是还是要再打那些 敲那些程式 不过这也是种训练 久了之后应该慢慢就比较没什么问题 好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会有三个按钮 所以将来反正你就是 标准化流程 反正三个按钮 你就第一个先打一个Squip 一定是Squip开头 那记得一定是打在那个 斜线head上面 你就只要斜线headenter 然后Squip开头 对 再来就是怎么样呢 先打一个 这个钱 Dollars符号 指的是这个这个JQuery 刮壶 然后呢 它其实应该这个刮壶 后面本来应该会有个Document.Ready 就是先找到那个文件 就是指的是我们这个网页 HTML5的这个文件 当它准备好的时候 做什么事 就帮我先 把那个三个按钮 先连接一下 所以连接的方法 在前面已经做N变了 所以将来自己打这东西 应该很快了 OK 所以尽可能的 我把那个 这个程式画面有放上去 但程式没放 主要是 还是尽量 要熟悉一下 手感 因为你这个不熟悉的话 将来要打复杂一点的东西 那更是 问题重重 其实很 你会发现 尤其后面 像什么 加上 比较复杂 像网路上抓资料那些东西 或者从网路 跟资料库同步 那程式又比这个还更复杂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小错误发生的话 哇 可以搞一个晚上 只是为了找一个小错误 所以这样尽可能把这个链熟了 将来你在打程式的 bug的几率当然就相对降低 那里面的话呢 我们其实就是by的 底线的话click 那click的话 当然当这个按钮 按钮 被点击的话 那我就去执行这个 create storage的这一个方法 这个就是一个方选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在底下 所以当我点击它 我做什么 第一个当然 我要先把什么 比如说我上面有显示是 吴老师嘛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就把上面这个 假设我填的是 预设是吴老师 然后呢 按新增 那新增之后的话呢 我先第一个 先取得什么 取得那个 那个name里面的value 它的value先抓到 这个变数里面嘛 这个前面也做蛮多的 然后呢 我希望存起来的话 存的方法 特别之后 local storage 记得这些大写 点setitem setitem呢 那当然会给一个key key的话呢 指的是name 我这个 放一个 里面放什么 放吴老师 那align 就是告诉使用者说 已经存好了 OK 好 那你先存成功了 再来的话呢 我们会有第二个按钮 取得 存进去 抓出来 怎么抓出来 一样的方法 所以这个底下的话 不外乎 当然就是先连结 get storage 在哪里 在这里 那我要怎么把它抓出来 基本上 我要抓出来的 这个位置 应该要放哪里 当然我是直接放在 我们的 这个 我是把它放在 这个把它切 我是把它放在 这个我们的 这个文件里面底下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的DIV 不过这DIV 看起来好像不清楚 如果说 你这边 因为我是没有给文字 所以你当然 如果你要方便一点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 什么 显示也可以 像前面的话 我们打一个显示 然后切过来 这边会有个显示 表示将来在这个地方显示 那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DIV 它的ID是 reload 也就是我要显示的地方 当然如果你不这样做 我们前面 JavaScript里面 是放一个 align 你可以把它align出来 不过我是希望 显示在这边 OK 所以如果要把它读出来 并且放在哪里呢 放在reload的这个区块里面的话 那这边注意 我们就可以利用什么 当它点击了 取得的时候 那这边注意 就是在程式里面 先找到什么 这块里面用小刮符 去找到什么 找到那个reload的位置 OK 然后呢 把它的有个属性叫HTML 就是这个DIV里面的那个 HTML 这个文字 把它改成什么 姓名帽号 然后呢 把什么呢 把local storage里面 getitem 后面记得 加一个小刮符 前面讲过了 你只要给key就好了 set会有两个参数 但是get只会有一个 就是你要抓哪一个 OK 当然我们抓的是name 后面加上一个hello 再一次好了 当然我这边显示两次 最后如果你要删除的话 不外乎就是把那个key 特别注意 所以remove跟get 其实后面都是key的名称 所以最后做完的话 基本上记得 如果你要预览的话 记得不要在即时里面 因为即时不支援 我们就是直接 从这边新增 这边储存了 取得 这边显示了 删除 最后呢 当然你如果再取得一次 但是你会发现里面的话就no 跟那个undefined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利用这样的方式 就可以完成这个部分 那可是问题啦 这个地方只存一个资料 那你想说老师 那如果我要存很多资料 像刚刚讲的吧 记事一 记事二 记事三 很多个的话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其实我后面有个范例 你们等一下 在Jackson 这个也可以存 我们如果很多记事的话 新增记事练习 这个就是很多个 那我要怎么 那这个时候当然 你就必须在那个 我们刚刚name 其实你可以name1 name2 name3 你那个名称不能一样 如果一样的话 把它盖过去 那如果说呢 你有不一样的key 它就会不断帮你新增 后面放不同的value 可是问题来 最后你要怎么把它全部抓回来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要跑个回圈 才有办法把所有的资料 全部通通抓出来 所以也许等一下 可以先看一下那个 怎么样 做一个记事本 那里面的功能很简单 就是你要输入 你要记什么东西 按新增 它就帮它加进去了 显示所有的资料 删除 不过这个删除特别重要 刚刚是某一个 虽然remove 但是这边的话是全部删掉 那如果你要做的更精细一点 你可以在吗 再跳出一个 你要删第几笔 所以第几笔 你要列出来 请问你要删第几笔 变成说哪一笔旁边 再加一个删除的按钮 它才有办法删正确的 那你如果 你要怎么让它刚好删到那一笔 这里我想各位试一下 有关这个地方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刚刚的程式 主要是有三个按钮 把它做连结 连结之后的话 主要是练习什么 练习 就是setItem 跟getItem 然后再来就removeItem 所有三个都